你还在这儿做什么 喝果汁啊 这是酒 你是要同人打架吗 你可以带上我一起去吗 我就这么小一点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可以吗 你喝醉了 可能吗 头晕晕的 还记得路吗 我送你回去 你骗人 你那个时候说你要去教训那个 那个什么来着 后来 你让我在原地等你回来 然后你就一直没回 还是我去找你的呢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不久以前啊 别乱动 我没有记错 我们狐狸的记性一向都很好 我没有记错了 你又认错人了 我没有记错了 我没有记错了 我是谁 我是谁 谁的情长 帝君啊 人间羽 但是 冬华你真的特别坏 为什么 因为你说我是蠢 我走的时候 就也没有挽留 我不记得我 爱别离枯 说过 这是什么呀 这 这不是帝君的袍子吗 怎么在我这儿啊 这怎么回事 这个是冬华哥哥的外衣吗 你父君小的时候 可是要换冬华一生叔叔 那我是应该随凤九姐姐喊呢 还是应该随父君喊呢 哎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大事 昨夜你喝醉了 帝君他做好事将你送回庆云殿 但是你醉得厉害 一直拽着他的衣襟不肯放手 又叫不醒 他没办法 只好将外衫脱下留在这里 哦 那 约莫他也是顺路 也是做件好事 没有回他的轻玉 也没有回我的轻玉便好 不过 你也知道 帝君不能留宿在庆云殿 外衫给了你 他也不太方便 再则庆云殿 也没其他帝君可穿的衣物 所以 阿黎便向白浅处 去借衣服 可是白浅叶华 是正值新婚之计 许是睡得深了些 阿黎在院子里 饶得声略有些大 那是整个喜务功都听见了 你是怎么说的 就是实话实说呀 哦 哦 冬华哥哥抱着凤九姐姐 回幸运店 凤九姐姐拉着她 不让她回去 冬华哥哥就陪了她一会儿 对了 还把衣裳脱了 但是她没有什么可穿的 我就来找夫君借一借 娘亲 夫君她是不是又在你这里呀 我就是这样嚷的呀 都说要把你忘了 干嘛老出现在我面前 小度 嗚 嗚 嗚 好 义兄 可是这袍子有什么蹊跷之处